這條文呢 諮詳跟臨床兩個是分開的 而且呢 我們一定要有碩士的資格 就是碩士畢業 然後加上我們一年實習 那才有辦法考心理師的經照 可是呢 在蘇星全立委在101年的時候 就提出 他認為諮詳跟臨床心理師 考到資格應該是 就可以降到學士學位就可以 那他的理由是認為呢 很多醫師人員考試啊 就是資格只要到專一畢業就可以考了 像譬如說醫生啊 只能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婦女師等等 他就會覺得 如果說把心理師的考到資格 就是定在說 只有心理所畢業 那這樣子會限縮了很多心理系 就是大學畢業生的求職的機會 那第二個是說 他認為 因為他其實本身是一個醫院經營者 那他會認為說 心理師是呈現一個公不英雄的狀態 那第二個是江貴甄立委的版本 他一樣是把智商跟臨床分開 那他 嗯 考上資格他認為 除了碩士畢業可以考之外 覺得學士也可以考 可是他有個前提是 學士學位的人要經過五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才輪到對不對 好 那就是智商臨床分開 那除了碩士畢業可以考照之外 就是學士學位要五年五年以上的臨床實務經驗 這樣子 對 可是怎麼樣認定這個臨床實務經驗 就有可能需要之後再上班的 就是經由中央主管機關的審查 好 那他的理由 其實跟宿清權立委是差不多的 對 但是他就認為說可能 呃 我們會質疑說是宿清權立委 他會把那個資格的降低委學士 那可能在臨床 就是實務工作上面沒有那麼強 所以他才加了這個五年以上實務經驗 然後他認為說這樣就可以把 呃 碩士畢業跟學士畢業的那個 就是實務能定就可以相提並會這樣 最後是陳潔如立委的版本 那他做一個非常突破性的改變 就是他把臨床心理師跟智商心理師合併 然後通常叫做心理師 而且他把四年的大學 呃 四年心理系這個學制能改成六年 那當然就是碩士畢業 可以考照這個一樣是保留 那他理由還蠻多的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 嗯 他會把四年改成六年 是因為要減緩就是 像你們看對社會大眾心理衛生造成衝擊 那大概比較重要的就是這一個 那如果是非心理相關科系的 就可以去念學成碩士學位啊 然後才具有就是性質的依靠資格 那這個是一個考到資格總比較 呃 原案的話就是一樣 數字學位才可以考心理師嘛 那蘇清權立委的版本 則是認為學士學位就可以考 那江蕙真立委的版本是 除了數字學位之外 學士學位加五年時期也可以考照 最後陳潔如立委的版本 則是智商銀團合併 然後除了數字學位可以考照之外呢 就是六年制的大學畢業生也可以考照 這大概是簡單的就是介紹 他給大家一個初步的概念這樣 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請先請張一靈心理實在為我們敬請分享 好 謝謝 好 各位 那接下來有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心理師 那我先交代一下我發言背景 那我大學是就是這間學校的學生 然後也許有很多你常常用Facebook上看到我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SNG有所 你可能看過這個概念 這個就是你的 好 嗯 好 好 好 然後這大概是我簡單的一點經歷 所以如果大家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然後成人 然後最近障礙者 就很多的東西 大家都接觸過 就基本上你可以想到的數據 除了老人之外 所有的東西都一起設備 那先跟大家用這張圖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心理狀態 你們曾經有一度Facebook上很流行的 這張心理師在幹嘛呢 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張呢 就是我本的 我本長這樣 我本的比較刺點 結果長得跟阿湯哥一樣帥 所以我自己知道 可是在我媽眼裡 她覺得我是個三歲小屁孩 所以當我用阿湯哥的形象中 我媽那個小屁孩的形象 我每個都要幫我工作 我變成這樣 就變成大雄跟大雄 一直在吵架 大雄覺得 我講多麼有道理 有道理 我這個老是不要緊 說麻煩 老鼠皮肉 為什麼用這個條件 大家介紹呢 就知道其實 心理師 不管是治療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 那我這邊比較講是治療 因為我對臨床的臨床 治療心理師 他工作長期是一個高級抽象 而且在他們處關 每個人看到版本就沒有一樣 基本上可以說臨床 治療心理師在處理的很像是一個 身份的時間 工作功能 工作功能 到底要怎样在这个复杂的部分当中 去跟当成做互动 接下来就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我先用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有哪一天你非常幸运 对不到一个新的事 去接受新的智商 能获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第一个我觉得例子是 他会贴近现在你们 是一个大型的选手 威廷 威廷他即将要毕业 然后他毕业前系 也许你们在大四毕业前期 常常都会有这种交流 不然觉得我学了四年 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 然后开始后悔 有时候你翘课啊 然后可以看 谈人爱啊 这团啊 然后专业人都没学好 天哪 我幻见要跟你们的竞争 我觉得很迷惘 甚至我可能会在思考说 我毕业之后真的要走我这一个核心 我好像对此成为自信 然后就去学识中心 物费的心理智商 心理智商原则上会是 走一次四五十分钟 这个叫Exaction 然后他看了八字 所以透过像每周一次 一次五十分钟的舞台 他慢慢就发现说 哦 原来他每次性 跟他抢经历过的事业 因为他爸妈妈从小就是 对他有一个高压的风静 然后对他有多期待 所以他妈妈在他爸妈眼中 永远都只有 你还要更好 然后你要更上乘了 你有说你很棒 他不太称赞韦婷 所以韦婷长久下来 他在座位说感受到其他自己 他们一直都不够 那也因为他爸妈都一直帮他做决定 帮他安排 他到大学 高中要念哪里 大学要念哪里 所以他其实这辈子很少 在自己做决定 所以这一次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我好像不太感受 自己做决定 透过跟进食物谈 然后慢慢发现 哦 表面上原本我的困扰是一个生涯发展的 其实他有很多 其实我个人可以在一个运动的运程 所以谈了八次之后 他才发现说 哦 我开始慢慢比较有勇气 去做决定 其实不是我不够好 而是以前其实没有人肯定我的好 其实我已经做到很多运机了 哪怕我也慢慢开始愿意 可以成为一个 比较成熟的 去生涯上的车 这样 OK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妈妈 就是我妈 我妈妈是一个对得非常有高的期待的妈妈 所以他从小就会把儿子送去什么样 弹钢琴啊 打篮球啊 然后十八八五一都在那样子里面 他唯一的期待就是他儿子可以成为一个人中永厚这样 而且他儿子也真的非常关小的听话 完全都没有让他死过啊 所以有一天呢 他儿子开始有些改变了 他儿子上了高空之后就先跑去死刑 然后接下来又跑去跟一个私立伤子 甚至已经谈恋爱了 然后整个往外跑 然后都不读书 然后甚至开始会对父妈打小生这样 所以父妈他开始被什么教育 这东西也是你以后 如果去职场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状况 OK 那我妈刚好永远记会底下 她听了一场心理试验的讲 这个心理试在讲心理试教育 听完之后我妈就开始发现说 哦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情绪啊 为什么我开始觉得 我的儿子脂肪硬要飞呢 其实不是他脂肪硬要飞了 而是因为原来反正高中啊 高中就是青少女啊 她开始在长这么正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然后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 其实因为我从小 从以前就一直把我的 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儿子身上 所以当他混入我预期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的失误 其实我有这么多情绪 不然是这样子来说 所以刚刚看到自己盲地人的时候 我妈她就开始会太烦心了 那我跟我儿子 做到比较儿子 然后无动才是很漂亮的 那她就发现其实她最在意的还是 她儿子可以比较难以长大 然后她跟儿子也有超过关系 所以她也开始就从这演讲当中 学到了一些还不错的精子教育的方法 然后会来跟她儿子做动作 她觉得她要跟她儿子当分 但是只是一个很严格的教育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例子 你就知道说心理师 智商心理师其实有一大块的 业务能在做所谓的隔壁舞台 就像他跟鬼庭的动作 可是其实心理师还有做很多其他的 有做演讲 比如像我们今天在这篇 让大家讲心理健康或心理师 把下修 那也是一个入座的模式 那我们透过这个演讲 一次可以对很多人来分享专业 或者来谈心理健康的各种意义 或者是如果你以后是去 学校系统服务 你可能会有很多专业测验的进士 我像刚才的韦庭 韦庭她在谈生涯的发展 所以也许心理师会给她做一个 教育生涯兴趣量表达的东西 来看看 那她在生涯里面 到底她的兴趣 她的兴趣上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心理师的工作其实蛮多人 不是只有所在智商室里面谈话而已 OK好 你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一个主题 叫做什么 叫做心理师商呢 心理师商白话的比喻 我常常都说 我常常去跟大学生年讲 我会先问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早上起来 而且女生 第一件事情 也不是第一件事情 对于出门解决会习惯性照照镜子 这样子 然后现在有热爱过男生 高中生以后 常常会戴一个镜子 然后上次就要来照一照 几个青春兜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因为镜子可以帮助你 才到外在的形象 可是你的心理状态 今天心情好不好 压力大不大 其实没有一个镜子可以照 那怎么办 智商心理师就是 你的一个很好的镜子 它会有无时的唯一状态 然后帮助你更了解 然后就像刚才的那两条例子一样 表面上 来找你的当事 都会带着一个他的所谓的困境 或者问题来找你 那这张心理师他会认为说 这些困境底下都还有他比较深层性的原因 就是他都陪着你去看 这件事情的关键到底在哪 然后重新会什么地方 然后下面这个东西是我第一个人看到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心理需要 但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 或者当你的经济条件不一样的时候 可能会寻求不一样的心理 比如说今天其实我是一个 比较没有经济努力 或许我又怕 支付个别智商的费用 可是也许我是透过一个性格演讲 或者看这些性质前文章 可以来回应到的寻求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中产阶纸 我也足够的钱跟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或许我就会寻求一个比较 值得上金钱 然后对于非等科系人来讲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智商信息一直在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他会这么了解 或者为什么我跟他谈谈看 我就会先改变了 这个内容基本上是取自于 我的一篇网织的文章 那时候我在写国中专服教师的 一个专业的关系 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在智商要干什么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智商信息 你坐下来是直接跟你谈什么问题 可是他会尝试的去跟你建立一个 互信互来的关系 那这件事要怎么办到 在你专业养生里面 我们会训练我们自己的包容接纳 跟真诚的态度 就是所谓同理心 那同理心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在智商的过程当中 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举个例子来讲好 我们前阵子还刚结束太阳化的选业 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层 有人可能会支持学生 那个发起这个选业 有人可能是支持学生攻占领法队 可能不会 可是今天当我是一个智商进行事 我在跟我当时的人沟通的时候 不管我们支持或反对 我们两个立场也不一样 我都必须先把我的价值观放在里面 因为这样我才能包容接纳他的 所有所谓的东西 而这样子 他也才会愿意继续跟我分享他的心思 或他的想法 否则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吵架或争辩 这智商进行不下去 关系建立好之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但他如果说 我们像进行一样反映当时的状态 那这怎么办到呢 基本上在我们的专业训练里面 有两大块 一个叫5G减速 我稍微摘要一下 他说的 大串的话 有说你当事人讲的分钟 你不可能把他再要整三句话分给他 让他知道说 哎呦我听懂他说什么 或者是反应他的情绪 比如我当事人说了 我又我妈 他刚才也许他来找信息的时候 他说啊我很多 我儿子怎样想怎样怎样啊 我感到反映说 所以其实你还蛮 很担心你的责变怀性 反应他的情绪 接下来第三件事情 是我们智商师也会一直不断在做 叫做澄清 或者是用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询问 来核对我们听到的 到底跟当事人说的理念这样 我们常常都会说 当你听到开心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的开心等到开心 其实完全是两个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核对 到底有听 我又没有听懂你说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依照各自的理论 我们还对当事人所说话的一些评估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佛语德 佛语德他认为所有的当事人的问题 都跟他所谓的兴趣力 或者是原生家庭的经历有关 那如果是你听到比较多 我觉得后现代叙事会教给学派 他认为说 其实探索当事的问题 你不见得有用 我只要找出他正向的支持人 强化他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会带 智商心理时候会带不同的 来看待当事的主作面 然后用这个理论来 对他做一个专业的理工 就是所谓的各样感应 最后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会避免所谓反意义 所谓反意义 白话来讲就是 有的时候我的人生经验 有时候我有一个很权威的爸妈 那当我面对的是 我现在大概三十多岁 我可能面对六十岁 相较有点类似我爸妈的形象 然后他也很权威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反意义 我可能会自觉的把他当成 他是我爸爸 这时候我可能就跟他很难工作 我可能会过渡顺程他的话 因为我已经不自觉的 把我父亲的形象投射到 我的当成的形象 我这样但就没办法好好工作了 因为现在是他需要我的一些协助 我需要帮助他去看到他自己 可是我可能反映出来的都是我爸 我心中我爸的形象 那这样就躺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物谈又被离去 所以这是智商经理师在物谈作文当中 靠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关纳了一下 基本上智商经理师 他大概要有一些基本的心理 第一个是对一些基本的理论 他一定要够修备 或者他没有办法编跟当成谈话 然后编对他作战谈话 第二个部分很重要的是 我所学的理论 我还要能够把他跟眼前的活生生分的 很快在一起 那智商新手最常遇到的就是理论 归议论 试归试 因为课本上写的都是很环境的案例 而且都是大师做的非常精彩的案例 所以大师说一句话 当事人都很配合的回应他 可是食物现场忙都不是这样 我们问了很多问题 当事人丢回来都跟课本写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灵活力 变得很重要 第三个部分是 其实智商经理师在工作的时候 很强调一个叫厚色的认知 也就是我现在边谈话 我可能要开始察觉 我有没有自觉的反异情跑出来了 或者是为什么我当下要问这句话 我们在接受读导训练的时候 我读导一直都会问我们说 为什么你当下要问A问题 我不是问B问题 我不是问其问题 不同的问题背后有不同的介入的策略 所以我当下的教会 这个有一个很明硬的反复 然后当然我也要一定 有一定的食物经验深度跟短度 还有最后一个是 面对危机状况的运验能力 大家不要以为你去学校之后非常安全 基本上学校大概平均学习会出一到两次很恐怖的状况 不管在哪些学校 比如说学生离奇有一些比较精神疾患的部分 然后这个头跑到楼上说要跳下去 或者是比如说有那种性骚扰或性侵害的 或者是有的学生忧虑症 他告诉你说性受奖自杀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危机的状况 那你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边安抚自己内心的教育 然后你还要做成正经说 那请多出一点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危机状况的一面 你的心上要很强才可以 那你心上要怎么强呢 不是你每天去慢跑就会心上很强 是你要有大量的食物经验 然后你有读到的训练 操板食物大量 感谢观看